部署五年跨境申訴 陳振聰終極反擊戰 陳振聰這個傳奇風水師 踏上千億富豪工餘心後 撈得風山水起 他因爲真書遺產淪為階下集 坐了五年半監的他 日前忽然高調宣佈 向內地法院提告華茂等八家公司 質疑他們在真產案中有不當行為 向華茂發動這場終極反擊戰的陳振聰 還同本行形容自己 就好像被打劫完再綁架禁錮 肉知更多精彩內容 請留意最新一期東周刊